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道台行政机构副职负责人朱立伦首度表态将参选新北市市长 台考技法修正案获有新版本 你用功过相比化解饼等考评争议 未来也可以一个优来顶一个饼 在香港为自己的蜡像揭幕 台湾艺人大S表示很像但是太胖了 我觉得牙齿非常的像 鼻子也很像 侧面的下巴也很像 最不像的地方就是他比较胖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由闽中吉祥林独家居民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我是韩哲 在晚间依旧为您带来海峡两岸的新鲜资讯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有望在今年6月签署 针对ECFA马英九蔡英文的双英辩论话题 已经是抛出了三个多月 却一直都还没有定论 国民党方面24号表示 马英九愿意就ECFA议题和民进党辩论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立刻接招 不过却提出了条件为双英会设下了门槛 民进党中常会上喊口号宣示 再签名推动第二次所为ECFA公投联署 国民党发言人苏俊斌表示 马英九愿意辩论 蔡英文摆出大阵仗响应 两党的政党的负责人终需要做一场辩论 做一个独立的调查报告 让我们在后续的监督审查 这个ECFA的过程中能更有根据 既然要过招民进党敲锣打鼓 想引起社会注意 这下子求又回到国民党头上 对此国民党秘书长金普聪24号表示 希望蔡英文能有诚意 不要设下许多门槛 降低双方沟通机会 任何的行事方式 这个都可以展开协调 那么最重要就是民进党的诚意要拿出来 台湾媒体认为 蓝绿隔空喊话互谈虚实 从双英会发展到双英辩论 不知道会不会又只是另一次互踢皮球 其实未来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要迎战的 还可能不仅是马英九 在24号举行的民进党中常会上 通过了2010年民进党主席 继第14届党代表选举时程 确定了将于5月23号举行全体党员投票 目前只有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表态 她会参选党主席 但是前陈水扁办公室秘书长陈唐山 也一度传出她有意参选 2010年民进党主席的选举办法终于出炉 新的党主席即将在5月23号产生 现任党主席蔡英文早早就与表态要参选 尽量把变数降低 所以我也决定在这个时候做个决定 有台湾媒体认为 蔡英文当时之所以会明确表态选党主席 是因为民进党内有人想要趁着 拱她选所谓五都市长的机会来抢走民进党主席的位置 前陈水扁办公室秘书长陈唐山就是可能人选之一 陈唐山在17号的参选态度还很暧昧 对于蔡英文率领民进党赢得几次选举 陈唐山也很不以为然 不过在看到蔡英文明确表态要连任民进党主席后 陈唐山就改口表示他本人并没意愿要跟他争了 陈唐山的退出让蔡英文暂时松了口气 但蔡英文还有另外一个难题要面对 党主席之尊欲驾亲征新北市代表党主席拼五都选举的决心 元帅亲征 他要担任领堂者的角色 然后又要参与这个作为参选人 其实这是不能兼顾的 面对党内人士立拱他选五都蔡英文这么说 现在的决定只有这一个没有其他的决定 24号民进党秘书长苏家全又代表蔡英文再次强调说 蔡英文已经决定参与民进党主席选举 本身不希望投入也无法兼顾五都选战 而另外一位拒绝参选五都的是民进党四大天王之一的谢长廷 谢长廷表示他2008年所说的退出台湾政坛的承诺一直没变 不可能参选五都 据了解民进党中央在24号已经开会讨论五都布局 秘书长苏家全会后表示 大高雄市与大台南市长提名 除了民调之外将增加证件发表会 至于财政兆致的台北市新北市与大台中市长提名 苏家全表示这三市的布局会以胜选为考虑 也会尊重并考虑当事人的意愿 民进党方面强调蔡英文意在选党主席而不选五都 不过针对年底五都选战台行政机构负职负责人朱立伦则是明确表态了 朱立伦24号在接受台湾媒体专访时 首度对参选新北市市长表态 表示自己参选的意愿很清楚 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排斥也没有拒绝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行政机构负职负责人朱立伦24号首度对参选新北市长选举表态 他透露说参选的意愿很清楚 从头到尾没有排斥没有拒绝 国民党也有这样的规划 目前国民党党部并无初选问题 朱立伦称他之所以不能太早宣布 是因为他不是在野党一宣布就每天去跑选举 如果是这样就都不必做事了 至于参选规划行程 朱立伦表示过去依国民党党部惯例是五六月份提名 大约选举前半年左右 他将从整体建设及招商规划大台北生活圈的蓝图愿景出发 将大台北上上提升 对于朱立伦的参选表态 国民党内表示欢迎 好下面要带您来连线台湾时事评论员李建南先生 李先生您好 此前对于是否参选新北市朱立伦是迟迟都不愿意松口 那么您是怎么来看朱立伦选择在这个时候做出表态参选的呢 台湾年底的五都选举呢 因为关心到2012领导人之争 所以难力都慎重应对 国民党这边呢在周西伟的宣布呢 不参选了以后呢 那大家都把这个苗头看上是朱立伦 那么朱立伦呢 他目前呢 第一他已经不能不选 第二呢 他也不能选输 那么朱立伦呢 就是说所以他考虑的不是选不选的问题 而是如何胜选 但是呢 由于呢他呢一直呢没有明显表态 所以他在新北市呢 有现象就第一个他民调有下滑 那过去呢 民调呢 他呢是赢这个民进党蔡英文呢 是赢六个百分点以上 但是呢 因为他一直没有表态呢 这个时候蔡英文跟他的民调呢 是旗鼓相当 那么另外呢 就是支持者很急 所以对他负面的评语呢 不断的出现 所以朱立伦也知道 民进党呢大概是说 在最慢五月要公布 那国民党也大概在这个时候 要确定公布人选 那么自己目前呢 应该是呢 没有人跟他 国民党没有人跟他竞争 已经是他 所以呢 他呢在这段时间呢 虽然没有表态 但是呢 据我们的了解 他已经在暗中呢 已经在新北市 地方人 地方人士呢 已经不断在密集的拜访 那么地方人士呢 也已经开始在准备 就是说 以这个朱立伦为首呢 开始这场呢 这个魏南营呢 打这场仗 那么他觉得在这个时机呢 那么他也不先直接表态 他间接透过 这个 透过这个访问呢 来讲呢 这也是合乎他呢 就说谋定而后动 一点一点的表示 但是呢 他呢 参战是一定的 那么呢 他的组织呢 也是甚密的 因为他很清楚 他不能选输 所以呢 我们认为就是说 朱立伦呢 虽然是低调 但是呢 他的这个步伐呢 是非常紧凑 那么 等他这个 正式宣布的时候呢 应该呢 就是整个那个战斗局面呢 就可以摆出来了 好的 谢谢李先生 我们再带您来关注 台湾方面的其他消息 台考试机构计划 修改考计法 规定各机关单位 3%的公务员 考计得列丙等 连续入榜三年 就要撤职 引发岛内公务员的反弹 24号考试机构和明代参序之后 考计法修正案 有望出现新版本 计划朝着后宫抵前过的方向 修改 也就是公务员 被计丙等考计之后 如果再拿一个优等的话 那么就可以抵掉之前的丙等 24号晚 台考试机构与台立法机构共进晚餐 有沟通就有折中曙光 原本坚持公务员吃三饼烤鸡就走人的 台考试机构负责人观中 态度软化了 就是因为现在的制度不合理 所以我们才改 那改的话 当然要比现在更合理 那么让大家心安安心 原本草案规定 丙等下限3% 累积三次 提前清退 引发了台湾公务员强烈反弹 对此带来的影响 又国民党集民带提出了另一版本 其实有些表现好的单位 它不一定是3% 那或者说 它未来也可以一个优来顶一个饼 考计功过相比 原本剑拔弩张的两个部门 气氛似乎变得缓和 现在就看考试院同全续部 我想他一定会照总统 所期待的 及时广义 提高公务员的士气跟效率 增进服务的品质 武敦义轻描淡写 不过台行政机构 立法机构 考试机构 敢在马英九出访反台前夕 沟通沟通 折中折中 希望讨论出一套 不冲击选票 又能合乎改革的新考计法 岛内公务员不满台考试机构 修改考计法 不过台湾悠游卡公司 董事长连胜文 则是举双手支持 连胜文说 机关单位 平等考计3%的下限 根本不够 以悠游卡公司的员工来说 如果员工一年 被打了两次 平等的考计 那么马上就要卷铺盖 走人了 台考试机构 亦提出公务员考计法 平等3%下限草案 就像踩到政治地雷 但连胜文字报 接下半官半名的悠游卡公司 企业理念经营更下猛样 凡是我们员工 任何人连续两年 我们一年打两次绩效 连续两次绩效 最低等的就是平等 马上开除 主管连在负责 连胜文讲的义正言辞 一切讲绩效 赏罚分明 升官发财 要不扫地走人 如果你要比照 我投资银行时代的话 我告诉你 做不好是整个部门全部裁掉 没有什么三%几%问题 整个部门全裁 没有到那么客户不满意 消费者不满意 客户不满意 你效率太低 就是这样子 整个部门裁掉 台公务员考计法 平等3%草案 引发公务员反弹 一面倒激起民怨 悠游卡公司董作连胜文 倒是对铁饭碗言行重罚 双手赞成 好 接下来我们带您进入 今日链接 来了解一下 今天台稿媒体的 相关报道和评论 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ECPA即将在6月签署 马英九日前 已经明快宣示 愿意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就此一重大议题 进行辩论 针对此事 今天台湾中国时报 发表文章指出 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已酝酿了一年半 从名称到签署时程 都几经调整 今年非签不可的原因 并非马当局执意失为 而是东协自由贸易区 今年已经启动 如果从台湾竞争力的角度来看 6月间 两岸签署ECPA 时程上已经是慢了 蔡英文面对民进党内 力主迎战的声浪 尽管做出了响应 但是令人相当遗憾的是 又刻意设下了 种种前提条件 仿佛故意 就是要让这场辩论 陷入破局之时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最近针对两岸签署ECPA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而提出的让利说 在岛内引起了热议 今天香港大公报的一篇文章称 台湾的主流媒体 多对让利说持肯定的态度 认为有利于消除岛内 对两岸恰伤ECPA的疑虑 大陆不是看低台湾 而是看重台湾 希望双方能够抓紧 当前的和平局势 在经济合作上更上一层楼 从而达到双赢的目的 岛内的政治人物 若是真心为民众做事 则不应把经济问题 政治化 口号化 而应切切实实地 帮民众解决产业问题 这才是正道 好的 各位 以上就是今天 台港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政策转变台军营区被移走的蒋介石同像 在马英九上台之后又被放回原处 引发绿营民贷不满 岛内有美容业者冒用邵小林之名做不实广告 台中市市长 胡志强气氛表示 不撤播广告就要提告 我已经严格的警告 并且要他撤销 不然我要提出法律诉讼 台湾痴情男子 为身患癌症的女友寻找爱邪 邪找到了女友 却已经离开人世 令人心酸 欢迎继续关注东南卫视海峡新感谢 陈水扁执政时期下令将蒋介石同像移出台军营区 不过马当局上任之后政策转变了 台陆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 已经将先前已往室内的同像放回到室外的原位 这样的举动让绿营人士看了都痛批 根本是在搞偶像崇拜 不过台防务部门却强调 这些同像是重要的文化资产 不能够随意放置 要妥善的保存 七年元旦高雄眷村举办了蒋介石同像的接牌仪式 如今在台军营区也推翻过去将同像移出军营的规定 让蒋介石同像再次站回室外原地 对此有绿营民代批评这是威权复辟 代表台湾在这几十年的民主化过程是白混白搭的 把独裁者神化有那么多的纪念堂 有那么多的刑管 还要这样处理吗 之前陈水扁执政时期规定台军军营不得树立蒋介石同像 台防务部门要求各部队把同像从室外移到室内 马政府上任后台军六大司令部 陆军和空军司令部将同像摆回室外原位陈列 海军军警连勤和后备司令部则是维持室内展览 我是赞成把它回复到原位 那如果说那个同像现在不在 而且那个原来同像的地址已经改建了其他的建设的话 建筑物的话 我觉得倒没有必要大费周章 劳民伤财 台军方认为蒋介石在建军过程扮演重要角色 要全力切割实在为难军方 只是朝野更替 蒋介石同像的入库出库依旧还是话题 近来台湾有美容业者做了一则广告 广告中声称台中市市场胡志强的夫人邵小林车祸之后 使用了他们的产品 肌肤恢复到了毫发无伤的地步 把邵小林变成了活广告 这让胡志强相当的生气 胡志强表示他已经提出了严厉的警告 要求撤播广告 否则他将会提起法律诉讼 这是全长八分钟在电视台包时段播放的广告 广告卖的是美容产品 却把四年前胡志强夫人邵小林车祸的片段剪了进去 接着广告旁白再声称邵小林就是使用他们的美容产品成功的案例 广告不断的在不同频道放送 把邵小林当成活广告 也然邵小林是这个美容产品的爱用者 真是如此吗 我已经严格的警告并且要他撤销 不然我要提出法律诉讼 美容广告中向观众证明已是公信的 所谓胡志强亲笔感谢函 所谓水晶杯 胡志强证实都遭到一花节目 因为跟事举完全不符嘛 我写了三千封贺卡和贺涵 怎么会有一封被拿出来 四年前邵小林死里逃生 是胡志强市长心中的痛 当时目睹车祸新闻 事后抢救的民众更是不舍 竟然有不像美容业者没有经过同意 冒用邵小林知名大打广告 在胡志强正式提起法律诉讼前 已经引起不少民众的反感 对于自己的太太胡志强 可谓是用情至深 近来台湾一名男子徐承宏的痴情 也让人们感动 为了议员自己挨着末期女友 希望一起穿情侣鞋的心愿 徐承宏日前在台湾网络发文 请求网友帮忙找一双经典款 红色复古阿里达斯休闲鞋 深受感动的台湾网友奔走相告 厂商也是连夜找寻 最后鞋终于找到了 但是徐承宏的女友赖方雅 却已经过世了 好不容易找到爱的红鞋 还是晚了 女友早一步走了 最让徐承宏遗憾的是 找到的鞋子尺寸最大只有五号半 比女友的七号来得小 今年二月为了议员女友的梦想 两个人在医院外拍下婚纱照 成了永远的追忆 辗转难眠徐承宏在凌晨上了BBS 留下感谢文章 也表达好不舍好不舍 因为天上一天人间一年 自己对女友的思念 却要再等七十年 那有没有可能帮忙生产制造七号鞋 爱的达公司说 机会恐怕不大 鞋商也深感遗憾 但还是会一约将这双鞋 送到家属手上 从念书到毕业 交往五年 两人的足迹 踏过台中新社 还有日月坛 女友罹患 癌症末期 至少希望透过情侣鞋 温习昔日记忆 如今女友走了 忙着处理后事 电话纳端的徐承宏 语气显得镇定 但无法不感受到 天人永隔的心酸 也不过命运弄人 网友不停打气 还有人自作动画 要献给巡邪的痴情男 巡邪任务 虽然留下遗憾据点 却温暖和感动 无数人的心 好 各位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海峡新盖线 稍后回来 带您继续关注新闻 国台办调研组一行 到东南卫视调研 调研组一行表示 东南卫视作为涉台媒体 近些年在对台交流方面 积累了很多经验 值得借鉴 在香港为自己的蜡像揭幕 台湾知名艺人大S表示 很像但是太胖了 我觉得牙齿非常的像 鼻子也很像 侧面的下巴也很像 最不像的地方 就是他比较胖 详细内容稍后为您送上 好 欢迎继续关注 东南卫视海峡新盖线 国台办调研组近日来到福建 展开相关的调研活动 今天下午他们来到 我们东南卫视展开调研 调研组一行表示 东南卫视作为涉台媒体 近些年在对台交流方面 积累了很多经验 值得借鉴 东南卫视总监梁张林 向调研组介绍了 东南卫视相关的发展情况 也对国台办这几年来 对东南卫视的支持表示感谢 双方还就未来项目合作 达成了共识 来关注下一条 近年来台湾知名艺人 大S在香港和大陆 积极耕耘 累积了超高的知名度 连香港的杜沙夫人蜡像馆 都为她专门制作了蜡像 看到自己的蜡像 大S非常的开心 不过一向爱美的她 指胡蜡像太胖了 诶 怎么有两个大S 原来左边的是蜡像啦 不管是勾魂的电眼 还是白皙的牙齿 都和大S几乎一模一样 让大S赞叹 蜡像师傅的翘首 我觉得牙齿非常的像 鼻子也很像 侧面的下巴也很像 最不像的地方 就是她比较胖 蜡像身材太风雨 让大S有点介意 毕竟大S号称美容女王 身材当然也要斤斤计较 只是这蜡像是大S前阵子 比较胖一点点的时候做的 现在的她已经瘦回来 蜡像却没有被锁身 当时有跟她讲说 拜托帮我做瘦一点 那他们就说不行 我们要真实的呈现 可是我就说 那我最近有在减肥 到时候应该会瘦一点 拜托你先帮我做瘦 果然我本人比蜡像瘦很多 不过她看起来比较年轻 因为她身材做得比 我本人身材好了一些 近年来在大陆和香港等地 专心拍戏的大S 已经拥有超高知名度 现在连香港的知名蜡像馆 都特地为大S打造蜡像 看来她的努力没有白费 好了各位 今天的海峡新感谢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晚间的收看 如果您想要和我们的主持人 有更多的交流 就可以登陆到我们的新浪微博 来了解我们最近的情况 在东南晚报之后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22点50分播出的台湾故事会 更多两栏资讯 欢迎锁定东南卫视 每天中午12点整播出的海峡舞报 我是韩哲 明天晚间10点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